古早味的萝卜丝饼 外皮Q弹又嚼劲 内馅啊 则是咸香又清甜 喜爱学佛的张春夏 不仅自己吃素二十多年 还影响了女儿 和双胞胎的孙子如苏哦 常去板桥舍大学习烹饪 就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 与众不同的料理 跟家人分享呢 现代性素派 健康带来 来欢迎这一位 活到老 学到老 生活是多彩多姿的 张春夏师姐 春夏师姐 你好 艾珍姐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名字得要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春夏 这个不是我们想象的看到 春夏秋冬 那你是叫春夏 那你下面应该有弟弟或妹妹 叫做秋冬了 没有 这是有意境的 对啊 什么意思 因为我妈妈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说 因为以前家里比较穷就想说 春夏 因为我上面有三个哥哥嘛 好 再来就我 妈妈就想说生女儿 那应该可以 春春来下来 这样就叫春夏 父母的想法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 你的爸爸妈妈应该不是说 那个什么教授啦 什么有很高学问的人 没有 但是 是 就很单纯的一恋心 可是这个名字却很有意境啊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很感恩 这也是说爸爸妈妈 古早人的智慧 对 他们的想法 所以说叫你的名字 他们的期待啦 他们的期待 好 了解 以后还叫你春夏师姐 好 那那个我们的春夏师姐 今天要做的料理呢 可是跟他的可爱的 可爱的阿孙有关系哦 对不对 对 那到底是什么关系 待会儿再来跟你们分享 那么今天做的料理是什么呢 萝卜丝饼 好 这个萝卜丝饼呢 有故事的 而且呢 是很好吃的素的萝卜丝饼 那我们大家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萝卜丝饼 材料有中筋面粉300克 白萝卜300克 香抹粉少许 香菇三朵 酥火腿两片 盐巴少许 砂糖5克 橄榄油5cc 温水130cc 调味料有冬菜粉 胡椒盐各适量 好 一般的萝卜食品呢 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萝卜要处理 对 然后就加树火腿 那现在萝卜是要刷羊 还是用纖 用刷羊 好 刨一些 那这个是要刷羊 就是刨丝 要比较是属于粗的还是细的 这个 应该是都可以 这个很算 粗细都可以 这个算比较偏细了 因为炒起来其实它就很那个 要炒 那通常我们一条萝卜买回来 就多做一点 就把它整个都把它刷牙 对 因为我今天是做300克 就是半斤面粉 半斤面粉 对 半斤面粉的萝卜有算多少吗 应该是半斤左右就够了 就够了 是不是 其实这也得要看你自己 很省啦 自己做就是很省 然后又卫生这样 好 刨丝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怎么来处理这个 还有这个 刨丝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 这个来切定 这个是细 这是树火腿 它也要增加一点 切口感 口感跟那个香气 对 它有点鲜味 切细细的 更细 我不晓得 因为当初应该是做给小朋友吃 所以我东西都会切细 这样 你当初做给你的阿孙 吃 吃阿孙 阿孙多大时候就开始吃这个 它是胎里士尾 因为我女儿很早就吃树了 然后小孩子生出来 他就自然不敢吃荤 当然 胎里素宝宝 对 而且是双胞胎 对 龙虹胎 今年九月要读一年级了 然后香菇 看照片就真实 你看 胎里素宝宝还可以长成这样 这么棒 所以不用担心 那但是呢 她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 你的女儿 高小吧 高小好像五六年级 高小啊 高小 高小五六年级 那是因为你的关系吗 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 都会去听一些师傅开示 然后拿录音带回来 那个我在擦地板 录音带就放下去听 录音带就讲说 我们这四人吃人一斤 后四人就要去人一人一斤 然后我女儿在房间做功课 她听到就说 妈 我晚上跟你吃素 我说好啊 我心里想说一定是吃一餐而已 结果她从那餐起 而且她是突然之间这样说吗 妈妈晚上跟你出座 对 她就听到那个录音带 你是后来才知道 她听这个录音带吗 还是当时 没有 我当初就知道 因为她听到那个录音带说 她说 妈 那我下辈子不是要还人家很多吗 小学几年级 五六年级吧 因为我们搬来新海路 就是她五年级搬过来的 这个小女孩真的不容易 对啊 她马上警觉到了 她的一年就这样 很好 然后你以为她只跟你晚上吃一餐 对啊 我想说她明天就会 就会再继续吃她的分食 结果她就 开始就都不吃分了 就到现在这样都 一直吃是这样 这个真的是太奇妙的因缘 好 现在你要开始拌 好香 加点油 油 好 来 油给你 好 这个火要开热一点吗 好 其实基本材料就是这三样 就是这个三样而已 好单纯 然后加一点胡椒粉 然后加点甜白 我会加一点我们的冬菜粉 这样 我觉得冬菜粉跟我们的萝卜很合 很合 这个冬菜粉就是我们在全台湾各地的 有这个净丝书宣 或者是有净丝产品的地方 都有 猜可以有 买得到 那个其他地方真的就没有了 它那个冬菜粉 我们有师傅的祝福 然后那个冬菜粉非常好吃 如果你们需要 从冬菜粉出来我们家就都用冬菜粉 我们家都是这样 然后送给我们的朋友 他们也都这样 送给朋友用看看 所以说自己要去找 好 那么我们把香菇跟这个树的 树 火腿爆香 然后我也把它捞起来再炒这个 好 你们家这个特殊的女儿 那个时候五六年级 你看再来就国中了 高中了 这个叫做发育期 对不对 而且这个发育期小朋友 真的是每天都饿得要命 那他又要在学校读书 又要跟同学们出去玩 那 他都坚持吃素 他那个时候读高中的时候 学校没有素的嘛 他就都 每个礼拜会回来 然后就从家里 住一股的鬼那儿滚 素肉松 那个阿姨 煮饭的阿姨看了不忍心 那边就会烫个青菜给他吃 对 他很乖 我女儿很乖 不是 她是一个太特别的小孩 一般小孩没有办法这样忍耐 如果说是在家里住 妈妈还起码可以帮她做个便当 回到家里晚上还有的一个 比较补充营养的机会 她住校还可以这样坚持喔 对啊 我真的很想认识你女儿 我当初我有开胡适店嘛 有人知道她这样的婴儿 都有师兄来我们家看她 都说她好特别 要跟她请教 那她结婚她的老公阿婆家 对于她这样吃素 有这样烦恼又担心 是不会啦 因为她身体也都还蛮好的 很健康的 对 所以也都是很尊重她了 那这个萝卜药草吗 对啊 我都会先把这个料 好 先倒出来 好 料先倒出来之后 因为没有倒出来 萝卜一起炒料就会不香了 好 这一点大家就是要记得 这个料把它炒香之后 再来炒萝卜 对不对 好 这个萝卜要炒到什么样的程度 炒软 炒软就好 炒熟啦 炒熟 要炒熟 萝卜是要炒熟是不是 对 要炒熟 因为我们等一下包的时候就是 所以萝卜在炒熟 又要放调味料吗 要 要 也是要 要加点盐巴 一点冬菜粉 然后一点胡椒粉 好 那我们现在就 等这个萝卜炒熟之后 也是要趁热把它们 混在一起 对 胡椒也 好 再加点这个最合的冬菜粉 冬菜粉 然后盐巴 盐巴 好 然后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像炒到萝卜完全熟之后 其实一方面 其实这个很细 所以它很快就熟了 而且一方面也是让它的水分 稍微挥发一下 对 然后我们才把这个加下去 这个就把它搓在一起 好 那这个部分 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要包的时候呢 是不能够热的 要放凉 对 我都忘了再包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用这个 已经放凉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包我们的这个面皮了 好 现在我们来和面 然后是 130cc的温水 然后会加 130cc温水 要温水 加一点 橄榄油 它的温水的温度是大概我们 喝起来有一点热 温热 温热就可以 然后加点糖 盐跟糖 油 盐 糖 然后这个是酵母粉 这个是师兄姐缘的 很特别的酵母粉 它这个可以冷冻的 所以我们就是反正如果没有这种 我们就买 用一点点 一般的酵母粉 其实加一点点就好 一点点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面包 它是 馅饼 所以一点点 好 然后就 开始咯 边后面边讲咯 你知道女儿怀孕的时候是双胞胎 她又是吃素 她有没有自己就是说为了宝贝 特别吃些什么 她怀孕都吃不下 都没什么吃的 没有胃口 我也很怕她小孩子生出来会营养不良 对啊 对啊 她并不是因为吃素的关系 是因为很多的 很多的孕妇 她会吃不下 我习乎也是这样 我习乎怀孕也都会吃不下 其实很多 大部分都这样 那 都吃很少 那怎么办 那个时候 就叫她要吃点水果 那个 我们直级的医生叫她说可以喝甘蔗汁 就是啊 热量 因为有热量 她说那个甘蔗汁很好 应该是怀孕初期啦 初期是不想吃东西嘛 后来就好了 都还是胃口没有很好 那小孩子生出来 还好呢 男生 弟弟 男生是弟弟 两千八 然后 姐姐比较小只啦 姐姐好像不到两千二 所以她保温一个礼拜 那现在都还好 因为都还蛮健康的 双胞胎这样子算是很好了 那这一对瘦宝宝呢 不管是这个喝奶啊 然后副食品啊 断奶食品啊 那这个 她蛮早 蛮早我就跟她讲 差不多快周岁的时候 就跟她讲说 不要再给她喝牛啦 就跟她讲说 喝我们的净式产品 所以他们其实很小 就开始吃我们的净式产品 你是说 还不到周岁 妈妈有喂奶吗 喂母奶吗 有有有 喂几个月而已 然后也有就是补充的牛奶嘛 对不对 然后要开始这个 快周岁的 快周岁的净式产品的话 你就给她吃净式 净式的产品 然后就都不给她喝牛奶 然后是吃什么 什么五穀粉之类的 对 五穀粉 山料艺人粉都给她吃 就把它也是冲在 放在奶奶瓶里面 就让他们这样子喝啊 对啊 就给他们这样喝啊 用它来替代牛奶啊 对 因为我跟我女儿讲说 那个我们净式的东西比较天然 然后都是那种根筋 五穀类比较好 是 牛奶其实它的制造过程 我们也不了解啦 是说 对 其实他就吃的是 是等于像我们以前的吃米苓 这样 但是呢 意思是说 这个跟我们早期的米苓不同 是里面的营养是很完全的 对 对不对 很丰富的 双胞胎的宝宝能够养那么好 其实没问题 三百公克 可以做八颗 这个呢 就可以做八颗了 这个要让他醒 好 醒半个小时 醒半个小时就变那样 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好 醒完之后就来包 就是四等份 三百公克可以做八颗 这个很简单 这个家庭主婦太复杂 就没人想要做了 但是你这个阿嬷也是很厉害 那你女儿应该也蛮会做 对不对 你儿啊 卉卉她现在有在写 因为她小孩子要吃 是... 不只是胃饱 还要胃得好 这一对双胞胎 还真的是要很用心的 对 给这两个素饱吃好一点 所以她其实也都没有吃一些 什么其他的 她现在应该是牛排也没有 没有吃什么营养品 什么没在吃 也都不用 不用 我都觉得天然的最好 没错 天然的最好 好 那现在就这样 连擀面棍都不用 我觉得我有带来 可是我觉得用手这样很快 好 让我们学习到用手捏捏 其实像这个馅料炒好以后 我们没有马上包完 我们也可以放冰箱冷冻或冷藏 冷冻我是怕它那个 那个萝卜汁会跑出来 所以冷藏其实可以把它包好之后 对 放冷冻 放冷冻 随时可以慢慢煎 要吃的时候就要拿出来煎这样 应该就这样 对 就可以放下去煎 对 把它这样 压扁一点 因为我们是扁不是包子 所以就这样扁 好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个锅子里面了 加一点点油就可以煎 加一点点的油 来 因为如果是不沾锅的话 其实也就还好 都不用太油 对 我都是用很少的油 好 那我们就照这个方式 我们给它加一点点的油 然后每次要吃的时候 我们就也可以像这样子说 已经煎好了 对 已经煎好了 但是我们要吃的时候早上啊 用烤箱 烤箱或订锅也可以把它烘一下 不要放水油 订锅不要放水油 直接烘一下 然后就可以吃到吃这个 然后阿公 那萝卜很甜 好甜喔 然后那个 你看那个饼皮 这样子QQ的 QQ的 然后里面的滋味 好甜阳又好 好有味道 真不愧是阿嬷的爱心 好棒喔 今天可以听到你这样分享 你的这个宝贝女儿 还有宝贝孙子 我也只能说 她们真的是世界上很常有福报的人 对吧 对 对对 谢谢艾森姐的祝福 谢谢你 谢谢 这样 好 萝卜丝饼 做法是白萝卜刨丝 素火腿香菇切细备用 起油锅 香菇素火腿爆香盛起 再加入萝卜丝炒熟 并且加入少许的盐巴 冬菜粉调味 接着放入香菇素火腿 混合均匀之后放凉备用 温水130cc 混合橄榄油 盐巴 砂糖 酵母粉 中筋面粉 或匀 成为面团 放置室温醒 约30分钟 取适量的面团 放上适量的馅料 爆起来并且压平 再入锅煎熟 并且两面都呈现金黄色就可以了 我开心地坐在此 吉班桥圆区 哇 哇 这里位在大灌路上 是个让社区居民聚会的道场 同时还可以活动身心灵的好地方 现在天气已经凹了 我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里晚上也相当的热闹 十几板桥社交中心 来这边举办很多好玩的活动 还有好料的喔 所以我现在要去参加 大家好 好 老师好 你好 点儿你好 今天要上的课叫做 简单做健康的素食料理 每周四晚上 都会有好多人齐聚在这里学做菜 像这种简单的菜最适合我 这个就是今天的指导老师 第一名的大历 郭富城的远房亲戚 不是的郭富雄老师 郭富雄老师 拥有四十多年的厨师之力 还曾经获得国内外 大大小小料理奖项的书龙喔 我们今天要教什么料理啊 今天我们叫蔬菜拉饼 第一道菜是蔬菜拉饼 做好的时候还有一个起香豆腐 哇 这两个听起来就觉得很养生很健康 坂桥园区里头所举办的碰论课 其实从多年前就非常活络了 形式也很多样化 费这么多力气 就是希望能够推广素食 我们会定节来设计课程 上一期 有一期就会碰到快过年了 那我们就会跟老师说 那我们来教一些就是棉菜 这样的话在家里很方便很食用 新鲜的蔬菜汆烫过后 放凉先放在旁边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做煎这个拉饼 蔬菜拉饼的食材 大部分都是一般常见的 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新加坡拉饼 口感就Q 香气又十足 在煎的时候就可以闻到香气咯 哇 焦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没关系 少洗没关系 这样比较香 比较香喔 这样不会是很焦 还可以 还可以就对了 好不容易把拉饼煎好了 就将它切成条状 再与其他的蔬菜拌在一起 并调味 最后撒上花生就完成咯 看来也不会太困难嘛 而另一道奇香豆腐 就是先将豆腐 树火腿 小黄瓜 切成四口大小 放入小黄皮上 再挤上沙拉酱 撒上花生粉 香菜 包卷起来炸酥 虽然这道材料单纯 但是加上了一点巧思 就成了一道 非常具有创意的料理了 我学了这一期 应该第六道菜 今天学的特别的 感觉特别的好吃 我比较喜欢那个 这种酸酸啊 然后辣辣的啊 像泰式啊 东南亚的口味这样子 像我第一堂课的时候啊 学到那个客家小炒 我才知道说 原来臭豆腐也可以当配料 当初的话 因为我家里只有我吃素嘛 那我想说来这边学一学 能煮一些素菜 给家里面的人吃 而且有一道是素嘛 那是嘛素嘛 他带回家给他们家里吃 他家里很开心说 怎么感觉没有像素食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这样很好 那家里能接受 哇 这个第二道的奇香豆腐 表面炸得金黄色的 看起来好好吃喔 你想吃吗 就吃一块给你吃啊 好啊好啊 谢谢老师 因为这个皮很脆的 吃起来乖乖乖乖乖 不客气了 哇 酥脆的外皮 里头包覆着软软的豆腐 清脆的小黄瓜 和极有绞劲的树火腿 多层次的口感 与香气 让人一口接一口欲罢不能啊 其实来这边参加烹饪课啊 会发现自己浅能无限 想不到我竟然也会做耶 那除了学习不同的料理之外 还可以结交到各行业的朋友们 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跟快乐 加速熊带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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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